它的这个饼皮要比一般的煎苹果汁要厚一点 然后整个是一个糯唧唧的口感 经历了8年的技术技能 有6年的开夏研发 这个产品形成了100多项的知识产品 有2000多个油上的部件 就相当于我们2000多个部件 製成了我们这一款的产品 我们做了一个智能翻面系统 这在一张饼皮是一个柔性的饼皮 我们能给它非常完整的最大的翻过来 模仿就仿生了家伙 这个是很难的 我们也是很骄傲的一个技术 在整个市场固别呢 我们现在是先从先开始开始 我们最近一个月左右 会有10家店左右的固别 在今年年底在北京 会有400到500台的这么一个固别量 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个就是 刚做出来的煎饼果子 然后呢是非常的烫的 忍一下有一股很香的味道 我也是尝了一下 它的这个饼皮要比一般的煎饼果子 要厚一点 然后整个是一个糯唧唧的口感 这个酱料的味道要偏甜一点 不过呢实在是尝不出 它跟我们人工做的煎饼果子 有什么区别 整体还是很美味的